7000位索马利亚难民挤进首都摩加迪修的一家收容中心 大牌长龙提着塑胶水桶领取救济食物 其中以南部的拜省和巴克勒省最为严重 联合国估计在索马利亚全国1050万人口中 半数的人没有足够食物需要国际援助 其中36万孩童营养不良 索马利亚正处在全面饥荒边缘 情况持续恶化 上星期二索马利亚政府已经宣布干旱式国家灾难 联合国上个月召开记者会 向国际呼吁要提拨44亿美元 捐助索马利亚、南苏丹、叶门和奈及利亚四国 索马利亚长达25年的国内冲突 恐怖组织、青年党不时引发动乱 加上连续两年干旱 凉荒汗传染病肆虐 同样处在非洲大陆的星巴威 确实烦恼水太多 星巴威在去年经历几个月的干旱后 去年12月开始 突如其来的大雨又酿成水患 大范围的地区都泡在水里 累计246人死亡 水坝泄洪也造成将近2000人被迫流离失所 目前那名著在由塑胶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 星巴威水患成了国家灾难 向国际社会请求1亿美元救助水患灾区 雨水换寡也换不均的星巴威 遇上国内恶性通货膨胀 让困境更加艰难 大海新闻 刘仁豪编译